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些日子看得太多 郭文贵爆料 今天我们来一个 一个中国女人在英国爆料 我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 就看到郭文贵了 那个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吧 两个星期前 偶尔在我们这边叫YouTube上面看到她 然后我就看了看 后来没成想呢 就停不住了 就天天的看 只要有空了我就开始看 然后呢 我就今天早上我就一边 今天这 哎呀我在英国 我在英国大家知道了 7月的第五天 终于给我们这么温暖的阳光了 电视上呢 温波尔登的这个国际网球赛 正在转播 所以这边的人 大部分人吧 还是在忙于享受他们的生活 他们 就说也在努力过好每一天的这种状态 真的 他们也在真的很活在当下 老的有老的忙 老的有老的事做 弄花园啊 到这个 外边吃个午餐啊 见见朋友啊 晒晒太阳 然后呢 年轻有年轻的享受 是吧 上班 然后中间的时间 还要到附近的公园 放松一下 吃个午餐 跟朋友 唠一唠 什么 然后小朋友们呢 中学呢 大学生呢 他们都在 哦 学校啦 对吧 我的两个孩子就在学校呢 现在 然后 他们这个时间也是午饭时间啦 在外边校园里跑一跑 这样子 那我今天我在那儿 一边 在我家那个鱼塘里边捞鱼 鱼 那个叫 不是鱼 不是捞鱼 也不是捞鱼草 是那种 该 那叫什么草 杂草 水塘里的杂草 然后我就说 哎 我也来一个吧 我也来一个 爆料吧 啊 爆一爆我们在英国的生活的料 哈哈 听上去很吓人 是吧 嗯 英国的天气呢 就是一个大料可以爆 因为这边的天气实在是 太 让我们失望 因为这种 冬天也是个冷 哦 秋天更是个冷 然后呢 夏天的来临 非常迟 迟迟 山山来迟的夏天 偶尔还来场大雨 给你下着 然后呢 哎 阴乎乎的一天 又给你过了 哎呀 很难得有今天这么好的心情 感谢感谢 太感谢了 哈哈 于是我想 哎呀 看到顾文贵爆料呢 一系列的视频呢 我就一直在跟踪 跟踪 我相信我不是一个18岁的人了 而且呢 呃 离开中国 今年算起来真的26年了 哎呀 我就说怎么这么快 一下就过了26年了 我也没觉得我离开我的祖国那么远啊 那么久啊 然后因为家人在 父母在 哥哥姐姐在 呃 而且还去年还回去 呃 然后香港我又住了十年 所以我 我本身是经历了 呃 中国 香港 然后英国的这样一个 生活吧 呃 差不多 真的就这么 呃 平均下来都是 十年以上了 呵呵呵 这三个地方 我 呃 生存 挣扎 呃 然后到现在 是吧 生存跟挣扎 啊 挣扎 嗯 这两个词放在一块 也不敢 不敢说那么恰当吧 但是 嗯 有时候人生是一种挣扎 是吧 嗯 有我们有精神上的挣扎 人生经历的挣扎 呃 心灵成长的挣扎 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呃 家庭的挣扎 所以 但是就说 突然我说 哎呀 中国真的变化很大 听了呃 郭文贵讲了那么多 也不光听他 我还听了一些 呃 这个电视 中国这个堂 有一个电视台 哈 还有石涛 呃 蒋十世啊 还有几个民运人士啊 还听到刘晓波最近的消息啊 还有 我看到 习近平访 访问香港啊 嗯 然后我就发现 说哎呀 真的离开中国太久了 好 呃 然后对那个五毛 这个词我都不明白 呃 五毛 我说在 在问一个中国东北的朋友 他很年轻 我说那个 那个五毛是啥意思 然后我也 他说五毛就是五毛钱呗 我说 好像还不是 好像只一帮人 我到现在还没明白呢 不过没有问题 我们会慢慢发现 呃 我报什么料呢 呵呵 我我报料要报多了 我的料是关于英国生活的料 呵呵 嗯 嗯 我们说 真人生有苦有乐吧 其实有时候 用咱们的逻辑来说 啊 就是 啊 苦尽甘难呀 嗯 嗯 就说是 几分努力 几分耕耘 几分收获啊 啊 那英国人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 嗯 fifty fifty 就是一半一半 他们的观念就是说 看一杯水 在半杯水的时候 这一杯水 一个杯子放了半杯水的时候 他们会说 half empty half full 那就是 你可以说 你乐观的你会说 哦 这是 呃 半杯满 然后 你悲观的就是说 嗯 半杯空 所以呢 这是一种 呃 完全是一种活人的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想法跟逻辑 所以我也相信呢 呃 无论我们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方生存吧 我们都会有人生的苦和乐 呃 呃 那我本身呢 呃 就是 有时候就思想的太多 我我个人认为啊 思想的太多 并不代表我很有思想 啊 呃 然后我感受的也太多 因为人 父母给了我们的躯体 父母给了我们的 呃 呃 我们成 我们 我们在国内 带着中国人的血 然后从国内长大 特别是我 呃 小学中学 然后大学 又工作了 然后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去了香港 啊 在那里十年 然后我又来到英国 哎呀 我暴露了我的年纪了 你数学好一点 你就会算出来我的年纪了 哎呦 怕死我了 人生就是这样过了 是吧 谁谁能会永恒呢 慈禧怎么样 叼着一大块碧玉 还是翡翠 和田玉 嗯 死掉了 埋了 然后 还是被一个姓孙的军阀 又把他的坟墓给炸开了 所以 哎 年龄不是问题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嘛 是吧 那好 那我今天爆料就完毕了 哦 我们下巴接着报 好不好 嗯 其实我最大的爆料今天是 因为我的 好 我在头晕 我有头晕 因为我有头晕 有晕很久了 好 那我在另外一个录音 录音里讲吧 好 那我就爆完了今天 希望大家都能 享受你的每一天 尽可能的 放松 好 再见 再见